我是零七号,是个机器人 很久没有吐藏那个万川了 这两天呢,也是接到很多粉丝的私信 让我再来说一说这个万川 关于这个万川,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一个蹭热度的游戏解说 也算是高级的蹭热度 蹭的目标呢,都是粉丝特别多的女主播 什么火线妹啊,陈豆豆啊,汤圆啊 侠客红尘啊,可爱的安娜 而且这个万川呢,还是换着蹭 看谁的热度高呢,她就蹭谁的热度 这样做真的好吗 其实我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我也开始迷茫了 不知道她是好还是坏,不说了 先看一下她的最新作品 看完了,这个万川竟然又回来表白侠客红尘了 前段时间呢,还说不喜欢红尘 现在呢,又说喜欢 真的是个善变的主啊 为啥她要这样做呢 因为侠客红尘的热度高啊,好蹭啊 毕竟这样的视频呢,只要夸一夸 表达自己对侠客红尘的喜欢就可以了 还不用去打特别好的素材 视频配音呢,最好奇奇怪怪的 然后再哗众取宠一下 然后这些大主播的粉丝呢,就会过来吐槽她 评论,于是乎就有流量了 播放量呢,也是高达几十万 更厉害的是,这个万川还蹭成功了 侠客红尘竟然亲自在她的作品下方评论了 是的,侠客红尘自己都懵逼了 实在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视频创作者 不过呢,也没有办法 毕竟呀,这个万川做的视频呢,没有骂人 人家只是合理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有错吗?没错 而且现在呢,都是言论自由 咱们呢,说实在也管不着啊 其他的不说了 反正我觉得她这样的行为不好啊 容易误导小学生 大家千万不要学习啊 一定要做一个三观正的人 好了好了,我是零七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